昨天晚上2018新澳中国际时尚文化周完美落幕 本次活动为期四天 呈现了三个国家独特文化背景影响下各具特色的时装 被誉为跨越半球的时尚 一起来看本台记者的特别报道 本次文化周由NAC国际集团与NAC新澳中国际联合会共同主办 包括作品发布、品牌展览、模特大赛、时尚论坛等系列精彩活动 以3D时装展演、挖掘和推广新西兰、澳洲、中国3D青年设计师及原创设计理念 为3D时尚领域孕育国际化先锋力量与新鲜血液 作为新澳中时尚文化周的一项重要内容 昨晚的模特大赛由NAC International Group进行打造 是新澳中选拔推出优秀职业模特的高水平模特赛事 旨在打造新澳中地区最大、最具影响力的职业模特盛会 成为选拔和推广新澳中优秀职业模特的纽带 比赛可谓精彩分成耀眼夺目 模特们先后以时装、泳装及正装等造型亮相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、专业评委们的层层筛选 分别决出了最佳气质、最佳身材、最具上镜、最佳美夫、最具潜力 女模专业组冠亚继军、女模新兴组冠亚继军 以及男模冠亚继军等奖项 其中,18号超模以超完美的身材和甜美的笑容 收获了超模大赛的冠军 各组别冠亚继军将在今年9月赴中国 参加中国东盟国际时装周时装走秀 以及代表新西兰参加NAC超级模特大赛全球总决赛 即颁奖典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